这款铲土机一般的野猪正式上线 今日分享WAR TWICE猛兽侠系列BB57野猪铲头 包装方面依旧是一个宽18高15后期的常规尺寸 这款的设计团队是最长亮相的X2R工作室 生产厂家则是深圳天坤 内包塑封部分一带而过 变形说明书部分也简单过一眼 角色卡上还印有胡蒙的全新影像 而背面的文字更是实锤了它和黄沙突击队的关系 体型方面感觉这款野猪在机械感和仿生感之间平衡的不错 整体的配色方案也比较符合我对野猪的预期 獠牙和两腮部分选用了橙色透明零件来提升层次 但是眼睛下方也有高亮涂装 容易让人第一眼认不清眼睛的位置 身上的色块分布和图案印刷不过不湿 背部的分层和透明零件的内嵌也比较有意思 尤其是后方的层次感最为明显 令我比较意外的是 扁平的小尾巴居然选择了软胶材质 可动方面由于变形结构 头部可以下低90度 另外脖子根部也有上下45度的摆动 虽然头部不能转动 但是左右摆头有30度左右 嘴部做成了一体并没有张开结构 倒是两只小耳朵能够转动的方向相当不小 前后只的根部都是球形关节 外翻的幅度比较有限 但是前腿根部可以前翻一定角度 前腿的前踢接近90度 后摆被干涉的较多只有45度 倒是前小腿和前提的折叠幅度相当不小 喷射背包的两个喷口可以上下翻动 也可以沿滑道向前缩起 背部的盖板可以折叠后搓 能翻起的角度也不少 所以后腿的前后摆动会比前腿略强 由于变形结构 后小腿还有一段平转关节 但是后小腿和后提的可动幅度 会稍微小于前腿 腰部有大约30度的左右摆动 而尾巴根部的前翻幅度可以超过90度 有趣的是 这款野猪的可动数据并不算强 但想摆的生动却也并不困难 而且关节的手感和用料感觉又有提升 如果未来都能维持这样的质量和手感 那么之前的涨价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肚皮的下方预留了3毫米的支架插孔 配合专用支架 摆出野猪飞扑的造型轻而易举 感觉这个造型下 喷射背包的效果才能真正体现 既然官方都已经实锤了 它和黄沙突击率的CP关系 那我们当然要互动一波 这两位放在一起 确实很有机械版蓬蓬和钉满的机式感 可以摆出很多有趣的互动 这款的特点依旧是独立的挂卡包装 而看到后面的说明 我觉得抢先版的时候 我好像想的有点多 这种变成方版的特点设计思路 其实在三角龙的时候 就已经有所体现 这种特点的设计思路 是在对角线留下三毫米的插栓 这样有多个特点的时候 就可以插接组合在一起 而且凑够四个的话 刚好可以填满一个收纳盒 个人觉得 这种特点的设计虽然会有局限性 但确实很符合系列风格 特点的变形十分简单 先将两边的零件松开插栓 下翻到底 将外侧这条旋转到尖端向前 再将内侧的两条 同样旋转到尖端向前 拆掉前方的方形小零件 将零件通过凹槽 卡住野猪下巴的插栓 再将特点通过五毫米插栓 插接上去 特点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铲斗 感觉野猪的名字叫做铲头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特点的原因 我个人更喜欢把特点分叉 感觉这样看上去更拉风 而且如果变形完第一步之后 将外侧的两条向内旋转180度 再将两边整体尽量向外展开 再将内侧的小零件 内翻到底 底部则有五毫米插栓可以翻出 特点就又变成了一把十字弩 虽然这个形态并不能和野猪互动 但是五毫米插栓可以互动的玩具种类 其实也相当多 那么终于开始来将野猪变形 首先把两侧脸颊的透明零件 内翻到底 将胸部的盖板松开插栓 下翻到底 先将头部下翻到底 头部后方盖板 盖平插接插栓 再将头部连通脖子翻折入内收纳 两侧的小耳朵向内旋转 直到平面向外 再将前胸盖板的前端 外翻180度 再将盖板重新盖平 对其插接前额的插栓 将喷射背包的两侧 延滑到前推到底 并微微上翻 将后小腿部分旋转180度 小腿部分上折到底 蹄子部分则下折到底 将屁股部分整体下翻到底 再将后腿部分向后旋转 直到蹄子向上 将后腿根部慢慢向内缩起 直到卡住内侧插栓 再将屁股部分连滑到前推到底 软胶的小尾巴内翻到底 卡住凹槽 将两侧的喷口翻平 并彻底前推到底 再将腰部零件整体前推到底 再将腰部盖板下翻竖起 背部盖板盖平插接内侧插栓 再将背包整体下翻 插接下方插栓 将前端零件向两侧翻平 再将前端前双关节下挫盖平 要点是对其插接两侧的透明零件 最后将前小腿的上方尽量内翻 有清晰的定位感 再将前腿根部后搓 对其插接后方插栓 最后将前小腿后翻到底 蹄子部分微微内收 这款野猪的匣子形态 紧凑程度依旧不错 变成匣子之后的颜色分布也相当舒服 非要说有遗憾 就是两侧的收纳 有一处会多少有点空 那么将它放入辅赠的收纳盒 猛兽侠家族又添一元 综合来说 这般野猪虽然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设计亮点 但盛在造型讨喜 手感也不错 还是很值得推荐 最后视频制作不易 我也需要升级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麻烦动动小手 点赞关注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我这里谢谢各位